乌依夏 刘雨昕是唐代中期少有的才子诗人 他19岁游学长安 22岁就考中了晋诗 专门负责监督百官 真是前途无量 然而官场的一次意外事件 却让他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公元805年 为了改变唐王朝混乱不堪的现状 刘雨昕等人联名尚书 反对将皇位传给昏庸无道的太子 然而万万没想到 这个太子偏偏就当上了皇帝 也就是唐宪宗 曾经反对他的刘雨昕 很快就被贬为连州刺史 此后他又被贬至朗州 奎州 河州等地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贬折经历 公元826年 刘雨昕奉旨回京 行至金陵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看见满城杂草丛生 回想起曾经的繁华 痛心不已 当即写下了一首诗歌 抒发内心悲痛的情感 诗提名为乌衣像 像就是小而曲折的街道 乌衣呢 就是像乌鸦一样黑的衣服 因为三国时期 五国曾在这条街道上设立军营 当时士兵们都穿黑色的衣服 因此当地的百姓就习惯的称这里为乌衣像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 朱雀桥是南京城内车马通行的交通要道 紧挨着乌衣像 在东晋时期 这里是南京城内最繁华的闹市区 然而刘雨昕路过此桥 看到的却是破败不堪的景象 和奇人高的野草 不仅连连叹息 啊 它顺着巷口的方向望去 真是乌衣巷口 夕阳狭 夕阳淡淡的余晖 笼罩着整条街巷 而野草呢 还在风中来回摇晃 夕阳配残景 使整个画面更加惨淡 这时 几只燕子恰巧飞入了一处低矮的院落 于是 他写下了旧时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诗句 王谢就是东晋时期最有名气的两个宰相 王岛和夕安 这王谢两家的燕子也算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但怎料四百年后这里已经变成了萧索的荒村 于是就连燕子也失去了曾经的安乐窝 不得不来到了普通人家的屋檐下筑巢了 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怀骨 所谓怀骨就是利用古时的人和事来暗示或讽刺现状 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往前看 像战国时代燕昭王那儿的明君已经入土了 往后看 像燕昭王那儿的明君还没有出生呢 暗讽了当时的皇帝不懂人才 而这首诗中的朱雀桥 乌一相 王谢 都是古今对比 曾经是繁华鼎盛 现在是一片凋零 刘雨昕站在破败不堪的街巷上 似乎看见了四百年前的繁荣景象 心中不禁升起了对唐王朝的无限忧虑 这其中的滋味 也只有刘雨昕自己才能体会得到吧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一巷口西洋侠 九时王谢唐前念 飞入寻常百姓家